各位自由風的觀眾以及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蔣靜君 台灣有許多成功的白手起家的企業家 他們都各自具備令人欽佩的人格特質 而我們今天焦點人物單元邀請到的這一位成功企業家 他的興趣廣泛 事業版圖橫跨了紡織 營造 觀光 甚至教育等等的相關領域 而他也行善不落人后 回饋鄉里 幫助弱勢 資助偏鄉 甚至協助政府外交 關注人權 還捐贈國保等等 事蹟可以說是不深美舉 而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把一間受到風災土石流嚴重損毀的飯店 讓他重現風華 浴火重生 而他就是西頭米提大飯店的總經理李立玉 首先來歡迎總經理 總經理你好 大家好 是 總經理我想您真的是興趣廣泛 做什麼像什麼 而且好像做每一個領域都很成功 所以在外界的眼光好像覺得您的成功來得很容易 不過您在當選這個母校台北大學 結出校友的得獎感言當中有說您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幸運的人 而是個努力的人 所以您是不是覺得自己的成功不是靠運氣而是在成長 或者是在創業的過程中自己也付出了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呢 其實是這樣的啦 我本身就住在布袋過過鄉下 然後從小就看到我父親熱善好施 他每天都是往外面跑 都是幫助別人 那我媽媽每天就罵他 為什麼家裡不顧 那時候我就比較在從事社會工作 那到了大學呢 除了那個時候我當了我們那個過鍋大專青年聯儀會的會長 我還修了三十幾個學分 然後呢 又兼五個家教 因為我需要錢 那個時候哥哥往生 車禍 然後又要練柔道 還有募款啊 每天就是很忙 然後全身洋溢者啊 那個一種喜歡做事情 然後又喜歡幫助別人 又參加育幼社啊 浮輪社啊 就一些可以幫助那些弱勢的 所以每天都到十二點以後才回到家 大概從這樣開始 把我訓練成一個就是 就是要很積極 不是做了什麼就要馬上去處理 馬上去解決 所以我完全不是一個幸運的 就是靠自己努力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其實是一天當別人的三天在用 對 因為我是覺得我從來不幸運 像每一次人家有什麼獎品要抽 我從來沒有抽到 但是呢 要去做什麼勞動服務 然後要捐錢的要幹什麼 大部分都會中獎 所以我是很甘心的 認真的自己認為 我要有成就必須要自己來 所以都靠自己 對 一步一腳印 但真的成功也不是偶然 剛剛聽總經理這麼說 雖然家裡是開米店 有事業 但是呢 父親也熱散耗食 那自己的求學過程呢 也接了五份家教 那從求學的時候 就開始投入社團 特別是這個協助弱勢的工作 一直在做 不過這麼拼命的 每天犧牲睡眠來打拼 其實也讓您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所以六年前是得肝癌 切除了部分的肝臟 後來三年前到中國大陸換肝 對不對 對 這個算是面臨了人生 第一個生死關頭 那當然好像大家說 您一改個性 以前您不太愛買名牌 還蠻節儉的 但是在要去大陸換肝的時候 好像就很下心 買了這個四千萬的名車 轎車 當時你是怎麼想的呢 其實是這樣的 在我那個以前 我不吸煙也不喝酒 那麼我會得肝癌 是超過的 可能是太超了 我每天工作 尤其買了米蹄飯店以後 大概一天睡一兩個小時 所以後來切了肝臟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六七年前 我很多公司我都丟著 就不管了 到現在還沒有進去辦公廳 我想我大概是 我再進去公司 大概會一樣在超市 所以我到那個時候 我就不去了 到現在呢 再經過兩三 切完肝 然後經過一兩年 又去大陸又換肝 所以這一段時間我都躲在家裡 那麼平常呢 都以做公益 因為我以前做公益 因為做生意比較忙 所以只知道付錢 你有我就錢付出去就好了 那現在呢 我都從企劃 然後執行 都靠自己 覺得很快樂 現在的公益做的每天 比做生意原來更辛苦 像我現在患的肝 我每天還是一樣 大概只有睡三個小時左右 所以醫生一直警告你了 所以你不能這樣 我記得我的醫師 吳耀明醫師 他還透過林秉斌 一個也是另外一位 放肝的長輩 他說林董 你是李立義的好朋友 你能不能勸他 不要那麼拚了啦 健康很重要的 結果他比我先走了 是 所以 你覺得世事無常 我也覺得我患一個心肝 應該可以更努力 反正什麼時候要走也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已經都是盡量 能夠幫助別人盡量去做 所以在專注工作這方面 其實您沒什麼改變 在肝病前跟肝病後 患肝前後沒什麼改變 所以才開始 大概上個禮拜 第一次做造辦公桌 因為我又去買了嘉義大林的一個銳器 米廠 它倒了 我又去把它做 因為我最喜歡的就是改造 改造不良 不好的東西把它變好的 譬如說我辦了南華高中 就是把不好的學生 弱的學生把它變好的 因為這一些弱勢的 才會到我們南華高中來 那這個就是要關懷 高關懷的 所以這個就符合我的理念 所以我很關心我們南華高中的學生 那麼這個學校 把不好的現在又變得很好 很棒 算很弱勢的 就在台大那裡 那麼現在真的 學生每一個我都感到驕傲 雖然他們有的 走了好幾個學校才到我們這一站 但是現在都變得很好 那麼很多企業倒了 我也幫他們改造成功 所以是樂在改造就對了 所以要精準的眼光 像米蹄飯店 也是被桃豬台湧土石流衝擊 我會把它改造成 現在今年我們得了 全省的第七名的最佳的飯店 最熱門的飯店 那麼也得到老人 服務最好的 最適合年紀大的來 剛剛又聽到我們又得到 第一名托盤比賽 端盤子的 服務生的托盤比賽 對對對 整理房間是第二名 剛剛也聽到 各方面的表現都很清楚 雖然我都不懂 其實我都做了事業很多很多 我們好幾十家公司 但是我從來沒有一向是我懂的 都是從不懂 然後開始 經營的時候 邊經營邊學習 對像我做工廠從買地蓋廠房 買機器然後銷售製造 銷售管理都靠自己 譬如說還有蓋大樓 我也沒有學過一天我就蓋大樓 所以你的營造也是從不懂到懂就對了 對對對 我飯店也是一樣 我買來了本來沒時間做 又給一些企業集團 可是他們說要三年才能完成 才能重新建起 對 結果我自己來做九個月完成 那是真的都是靠自己的感覺 那我最近又買了一個米廠 這個人家倒了十幾億 那我很便宜把它買過來 又把這個不良債權給接下來了 我現在當幼稚園學生 又開始在學習study 那我上個禮拜第一次做到辦公桌 因為我七年六七年沒有做過辦公桌 因為 都到外面做公益去了 都做公益 這個飯店 這個米廠是我爸爸以前做過 但是那個是小小的 跟這個差了差不多一百倍大 現在規模更大 而且全部是自動化 那我就叫米蹄 也是米蹄蠔米 米蹄飯店我就做米蹄蠔米 來給那當地的農民 給他們好的價錢來買 促進農民 萬一他們有災害就可以把它收購 讓他們不會賤賣 賤賣那些糧食 然後我把它做很好的比較 因為我技師 各方面我比較講究 衛生還有風乾 也那個憐憫的技巧 都要用最好的來服務 給一些人來用 這個有創造不可能 為可能 因為原來這個米跟我以前的米是不一樣 以前很簡單 買了以後才知道機器那麼大 怎麼做 其實還是有很多學問在 而且對方是倒了 整個機器亂七八糟 變爛了 我要把它修復 我要找師傅 結果我現在的同事是有一個潛水教練 他也不懂 我們的經理管理部經理 他是法律的 他也不懂 我們就兩三個這樣開始 然後請教別人 那現在聽說也做得不錯 所以在這些從不懂到懂 或者是說看到這些不良的資產 要把它活化改造 然後花這麼多的精神下去 投入這麼多的時間 其實您是樂在其中的 這個會激發人的創造力 你這個就化不可能為可能 把不可能完成的 嘉義地區 我一買來米藏 縣長就叫我去問 你買這個幹什麼 我跟他講 我爸爸以前做過 我想我應該可以做 所以很多人都在看笑話 這麼大的一個米藏 這是雲林以南 最大的雲林以南 最大的米藏 最大的米藏 那一個外行的在經營 其實沒有人相信可以做的 但是我已經踏出第一步 而且蠻順利的 對 所以接下來雖然離開辦公室 六七年現在看起來接受米藏 你又要回去做辦公室了 也沒有啦 其實這個只是我剛開始把它弄好一點 就交給現在那經營團隊 而且經營團隊是我訓練的 我都找那個完全沒有經驗的 我也沒有經驗 然後共同學習 是 不過總經營您的行善好像跟您做事業一樣 好像看到什麼就做什麼 您的行善的這個層面其實也很廣 是啊 沒錯 捐車 捐鋼琴 最近好像也在做巡迴的音樂 全省的巡迴音樂會 那個音樂會真的是不可能為可能 也是不可能為可能 第一個 我找盧伊之 金曲獎的 還有潘依慈 是山區房後 很厲害的 懂得琵琶 鋼琴 大提琴的 還有那個蘇顯達老師 小提琴大師 一個在台灣 一個在德國 一個在貴陽 交響樂團 我把三個湊起來 然後十三天 裡面就決定 第一場就在中游 我就找中游董事長借這個場地 一般音樂會大部分要辦一年以上 對 我沒有幾天我就從找音樂家 然後企劃 也是我一個 然後曲目 討論 然後再安排這個場地 場地還要教育訓練 還要做企劃 那個DM 宣傳 然後還要找人 金光閃閃的 我都找那種 所以我們第一場就六個部長來 三個國立大學校長來 都是很多企業家 還有很多名家 藝術家都來了 第一場才十三天 然後連續就中立 台南文化中心 中立文化中心 台中也是文化中心 那麼嘉義也是文化中心 又可以馬上借到 這個是很高難度的 一般都是要一年前去借 那我就想辦法 能夠馬上又借到 然後每一場還要開記者 燒帶會 這個記者會來宣傳 工作很多 很緊湊 這五場都是客滿 五場 場場客滿 對 而且都是金光閃閃的人 都是大頭來出席 捧場 所以總經理其實不管是 重建米題 你花九個月 人家說要三年 或者是說一場巡迴音樂會 人家說要籌拜一年 你十三天就半生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個性是一個很急的人 也不是 我要求完美 要求完美 我不是吃燥的 我那個 都很細緻 個性很急 這一次演得真的棒 是 那音樂家也很滿意 他們也很高興 因為我目的是要宣傳音樂家 要栽培音樂家 因為我們音樂家很多都 像桂陽去桂陽那個 在台灣就沒工作 可是他是一個天才型的 很厲害的 我就把他推展 找一個有知名度的 配兩個技巧很好的 然後把這兩位一直推上去 讓他們在台灣的知名度高 就等於培養他們 所以就是幫助一些企業家 順便也培養國內的一些音樂的 還有我給弱宿族群來聽 有的用弱宿像嘉義明道發言 我全部是免費的 我辦音樂樂從來就免費 包括我們米提飯店 天天音樂天 也就是每天你都可以去跳舞 可以去聽音樂 我們米提樂也都是 這個在台灣大概只有我們飯店有 因為我喜歡藝文 喜歡有靈性的東西 有感覺的東西 可是你好像沒什麼時間去接觸 這麼快 很快的 接觸是 所以難怪有您的朋友說 這個換乾錢你好像是拼命賺錢 換乾或是拼命花錢 花錢在做公益 當然很多的企業家可能做公益 會有一些為了企業形象 社會責任來做 那您覺得您這六七年 自己投身 當然之前有捐錢 現在是真的自己跳下去做公益 會不會覺得說您的這個初衷跟目的 當然除了您說您父親也愛公益 愛做這個善事之外 這幾年做公益 您有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想要透過做公益 花了這麼多的錢 做公益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做公益 最大的目的是拋磚引玉 有的人以為說 你都請一些大牌的什麼來 其實這些人 我都暗中屬立 讓他來聽好的音樂 讓他來參加我的任何一個公益 然後慢慢誘導他 他也跟著我做 像大一立志 他也跟著我去做音樂 對不對 那有朋友他也跟我說 跟我跑 像這一次我們公益巡迴 就有幾個跳下來 全場參加攝影 每一場都幫我們錄音錄影 都免費的 我們跑東跑西 連車禍要給他們都不要 就找到一些人間很溫暖的 想要貢獻的蠻多的 那有錢的人呢 我就告訴他們 我不懂音樂 我對五線譜都看不懂的人 可是音樂我也不懂 你跟我講也不懂 可是像這場音樂會 很多是我安排的 曲橋段什麼東西 創作啊 比如說那個女的 她本來只有大踢琴 我叫她來彈鋼琴 四手連彈 而且不是乖乖坐在那裡 而且要站起來要表演 然後像最後的琵琶也是我叫她們當初嚇一跳 怎麼可能 結果表演得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因為我有創造力 我是一個有感覺的人 所以就可以做出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 你一定就會 那我也是這個樣子 像我英文不懂 我英文真的國小的程度 比國小還差 可是我當了中交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 當初又叫我做傻眼 怎麼可能 台灣跟加拿大是外交的耶 那我英文都看不懂了怎麼做 後來我想 本來去年就是我們以前的外交部長 陳建仁部長他當理事長 我跟他程度差那麼多怎麼辦 後來反正很多人都 還是硬著頭皮去做了 可是我發覺到做得不錯 這一次帶領三十一個人到溫哥法去 很強 我們外交部 很重是我們這個團 而且到那邊做了很多很好的國民外交 我也帶音樂家去演奏 通通不用政府花一毛錢 做了很好的國民外交 是 好 今天自由風焦點人物的單元 我們為聽眾朋友邀請到的 是西頭米梯大飯店的總經理李立玉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在下半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再為聽眾朋友介紹 觀眾朋友來介紹在米梯飯店 李總經理到底做了哪些的革新 就是我們派東來的革新 去補充 在下半段的節目 好想去找兩種 honor 小stra 我們做總經理 我們做了一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